我没看到地狱啊 我看到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怎么办 这也是因为他 有这个悲心要帮助地狱 所以阿弥陀佛真身来接引他 让他将来有资格下地狱 阿弥陀佛要加持他 到净土有的空性不退转 再引导他去地狱 因为他的悲心 所以这个故事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一次有一位大佛佛 他用了黄金的杯子 在做水的布施 布施给恶鬼道 结果他们念老半天的时候 有一个鬼跑出来 拉玛念快一点哦 我们等一下要赶得去卡拉望迁的地方 然后这个大佛佛说 我用黄金的杯子 我对你们施施 你为什么要跑去 什么叫卡拉望迁啊 我听不懂啊 然后他就念完 然后就叫人家去调查 卡拉望迁 他用黄金 卡拉望迁用什么呢 为什么鬼都要跑到那边去 结果他还去 人家说师父 那个卡拉望迁是个穷和尚的 什么都没有 他是用一个核桃的壳子装水在捕食啊 但是为什么这些鬼都跑到那边去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 后来他一问才知道啊 卡拉望迁的徒弟说 我们师父每次想到鬼的苦就掉眼泪 他眼泪都掉到水里面去啊 所以所有的鬼都很喜欢卡拉望迁 去到那边就可以超度啊 所以哎呀这位大佛佛在开悟啊 这就是卡拉望迁他想的是众生苦 他宁可下地狱却到了极乐世界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做什么布施 并不在意说你准备了多少 你想心是最好的庄严 所以我想我想人家送你东西 你感受的是对方的心比较重要 而不是那些东西吧 那我想这些诸佛菩萨也好 这些冤亲在主 什么叫冤亲在主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叫冤亲在主 鬼就有一般的他心痛了 所以你要用心去对待你的冤亲在主 多胎胎儿啊 现在你得癌症了很痛苦啊 这都是有冤亲在主的 或者也你有虔诚的忏悔 而且虔诚的希望他离苦 那你就改变了 你帮助了对方就帮助了自己 而不是一种排斥他 我要把你超度了 你离开我了 甚至很多人说 师父我已经写牌位了呢 那我说你胎儿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你连他名字都背不起来 你还超度他 我登记在你们那边 我们那边又不是孤儿院 我说你的名字要把它记下来 天天为他上供下施 直到他成佛 而不是说超度了我轻松了 你一级一切 对一个胎儿是对所有的被杀的胎儿 念一下法会功德 回向自古以来 世界各地 各种民主人类 所堕胎胎儿 流产胎儿 死亡夭折胎儿 同享功德 恩阿佛 那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当你听到想到一个苦 那你要关心所有的苦 所以你要转繁心为佛心 转一为大悲心 一是执着 你要想的是所有所有的众生 所以有一个信徒给我说 我师父我爸爸在生病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会帮他回向 我们帮他写 帮他要超度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爸爸的痛苦一直到死亡 是在跟你说法 如果你要超度 帮助你的爸爸 如果你能够体悟这个法 是对你爸爸最大的超度跟感恩 你一讲 一直得道 就玄七祖敬朝圣 你爸爸事先病 可能将来会死 你能不能从这个体悟到生命的道理 生命的苦跟苦的因 来净化这个苦 那甚至以对你爸爸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病苦的老人 这就是你爸爸给你的法的教育 多好 而不是说一直去找医生 什么方法找法师 然后你就不去体悟这个 生老病死的法 所以大部分我们出家人 都是感受到 所爱的人的苦而出家 那佛陀那更伟大 他是体悟他们国家里面有老人病人死人的苦而发 菩提心出家的 所以对周遭发生的一切 各位要去感受到他的苦 而且找出他苦的原因 怎么帮助他 再来我们要开始下思 那希望大家每天都要上供 每天都要下思 也成为你的社会责任 好不好 因为其他的民主不会做私事 而且明明孤魂野鬼那么多 那我们每天点一只香一杯水 七颗米也好啊 我们今天前面都有 有准备啦 平常各位如果你家里有后花园啊 你最好能够用 面 饭 粥 不用菜 面 饭 粥 只是加一个干净的水 如果又加一瓶一杯牛奶更好 就像五杯一样 这个五杯也代表把五种烦恼 转为五种大智慧一样 所以 然后中间如果能够点一个灯 代表极乐世界的光啊 透过食物的甘露 转化他们的五毒烦恼 愿他们的开智慧往生净土 然后你就做好以后 就放在外面的树下石头上 放完以后你再把它倒在石头上 一段时间 那边的蚂蚁啊 那些野生动物也会吃掉啊 乃至如果你能够点香 就透过香的味道 这个香里面也是食物啦 然后呢 去上供下施 那我为什么要点三只呢 因为外面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放一只 然后呢 后面放一只 后后寺庙外面门口要插一只 为什么 寺庙那个铁栏杆 那个都是画的那些咒语啊 他们都进不来的 所以我们都会 所以佛陀要叫我们放在旷野处 因为那些恶鬼道是进不来的 进得来都跟我们有缘才行 叫冤亲在主 然后进不来的在外面 所以你最好外面放一只 然后这个是比较粗啦 你们可以买比较细的也可以 然后呢 对他们做上供下施 请翻到二十四页 那既然要布施啦 那我们就招请他们更多来参加 让他们可以同享功德 所以我永远前面放一个地球 代表世界众生 后面是三宝 前面是众生 我们在中间很努力 在背词 菩提心 大悲心 空性 念佛 念法 念圣 随时保持在这种正念 去利益众生 特别各位开公司开店 如果你愿意在门口坐一下 你会发现最近什么生意好起来了 这个叫无鬼斑柴 你帮助那些众生 众生感谢你啊 所以华人有个习惯 门口烧烧金子 做做干露湿湿 点点香 这是个好习惯 甚至有人问我说 要不要烧金银子 最好烧一点 他们很喜欢 你不要那么苛刻 佛教徒 不要搞这一套 你不叫佛教徒 你不了解佛法 众生喜欢什么 你就给什么 冬天到了 门口给他摆一件衣服 多好啊 给你们穿 上面再写个福利 那些homeless走就拿走了 你每天一件 还好啦 先给无形众生 再给有缘众生 对不对 因为有缘只有一个 但是无形的是无两个 所以拿到一件衣服 你马上要到外面 这样 哄啊 哄 哄啊 哄这样 那些鬼都 阿们 这样 给你拜 哇 哪有这么好人呢 但是重点是你的悲心吧 所以我想 中阴生很多都是吸味道的 所以你能够制造最好的香味 现在我那天他们买椰子 一包一块美金 哇 一包可以做很久 一点点粉加上椰子粉 能冒出来肚子饿啊 所以你要怎么制造香味 像各位在家里煮菜 那就是烟供 你在煮菜有个抽油烟机 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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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你的悲心 你说不好意思啊 煮牛肉先操肚再哄啊哄啊 但是那个味道很香的 如果你真的很懒很懒 所以今天还是会发给各位咒语啊 那你就把这个坏的咒语 把贴一张在你的 什么 白油烟 那个孔 对不对 但是这个咒语贴在上面 你要有个念头 说这个烟 透过佛菩萨加斯化为甘露 炒起来多香啊 自从那一天开始 你老公说 为什么你现在炒菜进步了啊 因为有悲心 因为有悲心 那个菜就特别香啊 这个菜拿来上贡 又可以下市哄啊哄哄啊哄 所以我每次都跑到很多国家 他们在卖那个玉米花的啦 或是在做什么特别香味 我都去那边念很久给他贴一张 那是我的经销商啊 只要他们开业 我就哄啊哄再冒了再冒了 悲心骗一切处啊 所以有水的地方给他化为甘露 所以我到尼加拉伯 大瀑布念了很久 那些水只要在他都变成甘露 甚至你可以把这些宝瓶啊 这些佛教的咒语贴在那边 水只要在他都化为甘露 所以要把 把五浊二世化为净土 庄严国土成为净土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利乐有情庄严国土 所以要利乐有情成为成熟有情 让众生脱离贪嗔痴 要把国土变成净土 那你走到哪里都一直要动 一直要动 所以每次我们到任何湖墓区 我们会贴在那边 金房放在那边 然后自己的寿记放在那边 寿记就是说你把你的思想的 愿力放在那边 所以那边 只要你在这边坐 那边就得得到 这个叫什么 连线作业 而且我会跟土地公龟一啊 这个墓园的土地公龟一啊 我在这边坐 他都得得到 所以每个地方你都要去跑 去跑 要骗一些处的去跑 去结缘 去跟他连线 那现在有电脑更方便了 所以各位以后你在电脑上面最好 每一个国家一直过去 你就坐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电脑就一直一直 我那天去个越南寺廟 他们很厉害 越南寺廟一进去后面超度排位 都是 往生者的相片 对不对 哇密密麻麻 现在他们新的 就摆一部电脑 一秒钟出现一个新的往生者 一秒钟 我说那个后面的往生者 他轮很久才轮到他 因为他是老寺廟 那个新的住室说 这样这个墙壁就干净了 问题后面要排队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各位六道轮回图 是让我们生起初离心 更让我们生起大悲心的 所以这个六道轮回图 可以变成 六道众生 六种咒语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开始 去享受汗水 享受阳光 享受现场 享受真实 享受美食 享受安全 享受风足 享受无拘无束 享受日常 如常 带口罩 请洗手 保持睡家距离 防疫新生活运动 日常防疫健康生活 健康生活 在生命电视 放上去 对于人生的痛苦 只有承担化解与宽容 承担痛苦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 化解痛苦 化解痛苦是因为不能脆弱地被击倒 在中的思念 全身搭取相误 而还没有人笑 而在中的思念 以为会 去感受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 並且在中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 我根本就算了就算了